今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就是中國重器 簡選原因是 重卡行業在經歷2022年低谷之後 盈利新一輪的週期起點 中國重器上星期就發營起 預期2023年盈利將較2022年的16.7億 增長200至240% 即是大概到50億1000萬至56億8千萬人民幣 銷售方面 根據第一雙用車網的數據 2023年國內重卡行業的銷量 按年增長55%至91萬兩 重器累計銷售是234200兩 市佔率提升到25.7% 按年增加2.1% 出口方面 重器連續19年出口的銷量是第一 出口總量佔據行業半筆江山 產品出口去到全球超過110個國家和地區 股價走勢上 重器2024年至今累計上升大約1.8%左右 跑贏期內行止跌5.7%的表現 形態上受到營起消息的帶動 重器近日升穿至2023年5月以來營造的三角形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大行至公司法營起以來 給予他們的目標價平均大約21元 中線可以作為參考 未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留意27元以下的吸納機會 跌出16元便適宜減持 好幾個房子